哈喽亲爱的小朋友 欢迎来到棉花糖妈咪说故事 喜欢听故事的小朋友 快到podcast的搜寻 棉花糖妈咪说故事 每天晚上都有新的一集故事可以听哦 你们会不会有时候不敢说实话 因为怕被大人骂呢 好想要隐瞒这件事情 好想要掩盖这个事实 或者有可能会说 这个是别人做的 究竟把他说出来 被别人知道会怎么样呢 快来听听今天的故事 我不敢说 我怕被骂 嗨大家好 我叫莫伊拉 我的爸爸妈妈 是这个世界上最贴心的人了 他们对我最好了 我们还养了两只顽皮的小狗 我有一点点笨手笨脚的 不过我的妈妈总是对我说 宝贝没关系 这其实我自己也很伤脑筋啦 尤其是在我不想 或者是不敢说实话的时候 更会让自己变得笨手笨脚的 像昨天就是这样啊 我早上七点钟起床的时候 跳下床 我很乖哦 我又把被子折好 穿好衣服 本来这些事情都很顺利 对我来说 家庆就熟的 可是 却让我看到了 有一条短短的线 从我的裤袋上垂下来 我忍不住就给它拉 拉 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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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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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变大洞了 从小洞变成大洞了 糟糕 该怎么办呢 不过幸好我拉出了这个毛线 可以让我的狗狗变成一个漂亮的贵宾狗 挺好看的 我赶紧换另外一条新裤袜 把那个破掉的袜子藏起来 什么都不要说 有个小秘密好像也不错耶 嗨宝贝 你换了一条新裤袜 这条红色的也蛮好看的 我好想要把那个裤袜破掉的事情告诉妈妈 那些花 把我的喉咙烧得痒痒的 好想讲 要不要讲呢 不能讲 要不要讲呢 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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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还是把那些花给吞下去了 它们流进我的肚子 安全 在学校 我满脑子都想着我酷挖的事情 我的酷挖破了 妈妈一定会很不高兴的 因为她总是跟我说 宝贝 不要去拉那些线哦 请好好地珍惜衣服 大家在教室里吃水果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肚子有点痒痒的 好像是早上吃下去的那些花在肚子作怪 我不喜欢吃梨子 我也不想吃梨子 于是我把梨子放进我的袋子里 然后我就忘记了 放学后 我的同学跟我一起走路回家 她说要来我们家玩咧 我们两个快到家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了那颗梨子 我又想到爸爸跟我说 孩子 一定要吃水果哦 维他命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爸爸要是看到梨子还在我的袋子里 他可能会生气 可能会发脾气吧 因为他说 水果里有维他命系要吃水果 我把梨子偷偷丢进垃圾桶里 噓 我跟我的同学走进家的时候 爸爸看到我问我说 宝贝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我差一点就张开嘴巴跟爸爸讲哭啊跟梨子的事情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同学叫我 哎 你快点过来啊 我有一个很棒的点子 赶快赶快 过来哦 我只好又把那些小秘密吞到肚子里 反正我肚子空间还很大 我又没有吃水果 下次再跟爸爸说好了 哎 我们来玩新娘跟新郎的游戏好不好 我穿你爸爸的西装 你穿你妈妈的礼服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 我愿意 我愿意 哎呀 只是这个礼服对我来说太大了 新娘的裙摆好长好长哦 我看起来好美好美哦 呵呵 我同学穿着大西装 看起来有点像企鹅 好好笑 我们在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 我忽然 我忽然 好想尿尿 怎么办 我想尿尿 我好想尿尿哦 哦 然后我 我 拔腿就跑 跌跌撞撞的冲心浴室里面 一屁股坐在满冬上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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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站起来的那瞬间 我才发现 糟糕了 我把礼服的军拜 尿实了 我很慌张 赶快把礼服脱下来 挂回衣柜里面 然后叫我同学赶快回家 嗯 问题就这么结束了 又有点可惜 妈妈下班回来了 亲亲我还给我一个抱抱 宝贝 我回到家看到你真好 再十五分钟就可以吃饭咯 我好想要跟妈妈说 她的衣服被我尿湿了 可是我不敢 妈妈会不会揍我啊 那个礼服对她来说好像很重要 太糟糕了 妈妈一定会很赏心的 而且我觉得我有点丢脸 我居然尿湿了 我把这三个秘密都吞到肚子里好了 我觉得我的肚子快爆炸了 太惨了 我根本就吃不下晚餐啊 那些话塞满了我的喉咙 填满了我的肚子 这些小秘密快把我给撑死了 我只好偷偷把食物拿给狗狗吃 晚餐后我就直接躲回房间了 我真的很伤心 我觉得好不舒服 我肚子痛痛 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来了 宝贝你到底怎么了 跟我们说说 你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你肚子痛痛吗 就在这个时候 我再也藏不住我的小秘密了 他们一股脑儿的都跑出来 我把库阿拉破一个洞 我又把梨子丢到垃圾桶 我还不小心把妈妈的结婚礼服给尿湿了 而且我还把很难咬的肉拿去喂狗狗 妈咪 爸爸 你们会不会讨厌我 生气我 哇宝贝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妈妈会很爱你的 而且你发现全部都说出来之后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吧 有没有比较舒服啦 嗯 爸爸妈妈没有生我的气耶 小秘密说出来 好像也没有怎么样耶 而且爸爸还抱着我说 哎宝贝啊 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们 永远任何时候都可以 虽然虽然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一点生气 或是有一点伤心 但是我们永远都爱你哦 对啊宝贝 你知道吗 要是你挺着装满秘密的肚子走来走去 我们看你这个样子很难过 我们也会跟着难过的耶 爸爸妈妈都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两个人亲了我的脸颊 还一人一边 哦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 松了一口气 肚子有一点饿了耶 宝贝 赶快来吃点心吧 我知道 你的肚子现在已经饿了吧 你们知道吗 这是我吃过最棒的点心啦 亲爱的小朋友 为什么他会说这是他吃过最棒的点心啊 是不是因为不会被骂 不用担心被骂 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啊 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 觉得大人可能会生气 然后就不敢说出来 其实 搞不好大人根本就不会生气哦 那如果你很确定大人会生气 比如说你调皮脚蛋 诶 该怎么办啊 可不可以先去跟爸爸妈妈认错 说一下 抱歉抱歉 我不应该这么做 我下次会改进 你要记得爸爸妈妈很爱你 所以不会生气你太久的啦 你们听听看 泡泡哥哥是怎么说的 爸爸妈妈会生气他吗 不会 因为爸爸妈妈爱他 我也很爱你对吧 对 赶快去抱抱你的爸爸妈妈吧 跟他们说一声 我爱你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